嗨嗨 我是Josh 終於有時間來做一下 經典賽36人名單的影片了 我想我們就來談談 我覺得最後是哪6個人會被捨棄掉好了 但是我必須說 這個真的不太容易做 而且我的主觀想法 可能會站得蠻重的 因為光是旅外球員跟中止球員的比較 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了 他們在不同的聯盟打球 真的很難去比較說到底誰比較好 我們有時候會看到一些 在小聯盟層級不高的洋將 來中止生存得好好的 結果反倒是一些接近大聯盟邊緣的洋將 來中止卻被打個稀巴爛 所以如果沒有近期 在同一個聯盟裡面同時出賽過一陣子 要去比較哪個球員比較好用 誰才是比較好的球員 對於我們這種 只能透過觀看比賽 或是去看一些數據的球迷來說 真的是有點太困難了 唯一能客觀比較的 大概只有投手的球數 其他不管是要比打擊、比防守、比投手的三陣能力等等 這都會因為比賽對手的不同而受到影響 更不用說 中華職棒的進階數據還是相對少的 這更增加了評估的難度 所以前陣子看到很多球迷在討論說 江空瑜的防守有沒有比張玉成跟林志偉好 正中則的打擊跟其他幾個中職那一手比起來怎麼樣 類似這樣的討論 我覺得都尊重每個人自己的看法 因為這個就沒有相對客觀的數據可以比 你說服不了別人 別人也說服不了你 目前是不會有結論的 然後現在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是 即便是我們比較熟悉的中華職棒球員 他們也好一陣子沒有進行高強度的正式比賽了 所以你要說哪個球員近況不錯 那根本沒有什麼參考性 至少都是兩個多月以前的事情了 因此呢 今天這個36人選出最後30人的影片 我會比較趨向於針對對型去討論 在繼續今天的影片之前 先感謝NoteVPN贊助本集影片 我想最近應該有很多人開始出國旅遊了 NoteVPN是出國的時候一個很方便的東西 它其中的一個功能是可以跨區 大家都知道有些球賽的轉播 或者是影集 它會有鎖區 有時候在其他國家是不能夠觀看的 現在你只要登入NoteVPN 把網路連回台灣 這樣就能看到台灣限定的轉播了 前陣子我去日本 剛好是四足決賽那天 然後我在台灣看的網路轉播 在日本是沒辦法看的 這個時候NoteVPN就可以派上用場了 反過來呢 你如果想要看到一些 國外限定的轉播或影集 NoteVPN同樣也可以幫助你 那NoteVPN還有另一個 我覺得非常重要的功能 可能比跨區還要重要 就是它可以保護你的網路使用安全 我們在網路上任何一個不經驗的動作 都有可能讓你的電腦被惡意網站攻擊 NoteVPN有一個功能叫做威脅防護 它可以隱藏你的IP 隱藏你的網路主機 可以讓你避免一些惡意網站的攻擊 比如說是一些惡意軟體 或是釣魚詐騙網站 都有可能讓你的重要資料外流 或是直接不見 所以蠻推薦大家 可以試著使用看看NoteVPN 來提升你的網路使用安全 那廠商也提供了一組 我的專屬優惠碼給大家 這個專屬優惠連結 我就放在影片說明欄了 最重要的是 它有30天的試用期 不滿意的話可以隨時取消 然後選擇退費就好 你不會有任何的損失 OK 回到正題 那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是投手的部分 36人名單裡面有17個投手 而根據日本跟韓國的30人名單 他們都是帶15個投手 中華隊應該也蠻有可能是抓這個人數 我們就來看看這17個人 要拿掉哪兩個 首先呢 能次局數的投手不能太少 經典賽對於投手的用球數 有很嚴格的規定 在分組賽中 投手單場最多只能投65球 單場超過50球 就必須要隔4天才能夠再上場 那這次中華隊在分組賽 是5天要打4場比賽 也就是說任何一個投手 只要單場投超過50球 在分組賽你就不會再上場了 所以在這個分組賽中 單一先發投手的價值跟重要性 沒有到那麼高 你有一個很長的先發投手 也不一定能夠贏球 65球大概就是4局的投球量而已 你還需要更多的投手 所以分組賽雖然是4場比賽 可是可能要準備到至少8個先發類型的投手 另外呢 比先發投手更有價值的 會是具有跨局數能力的牛棚投手 因為經典賽的投手規定 還有單場超過30球的話 必須要修一場 連續兩場出賽 也必須要修一場 所以單場用球數沒有太多的話 投手在分組賽 是可以出賽好幾場的 4的局數 說不定會比先發投手還要更多 也就是說 我認為有能力跨局 或者是有能力連續上場的牛棚投手 價值會比先發投手還高 那以中華隊的36人名單來看 陳冠宇跟呂彥青 是我會最先抓的兩個人 他們兩個在牛棚的表現有目共睹 菜單能力優秀 能跨局也能連續上場 一定會是這一次中華隊的重點球員 然後名單內的三個旅外投手 除非最後出現傷勢啊 不然我覺得他們是穩進30人名單的 都特地把他們找回來集訓了 如果最後不選他們 不是有點奇怪嗎 其實我是認為啦 有選進36人名單裡面的旅外球員 應該都會進最後的30人正選名單 再來我會抓的球員 是陳宇勳、李正昌、曾俊悅 我覺得對於經典賽這種短期賽來講 我還是有一點年紀迷思的 成績差不多的情況下 我可能會更傾向選有經驗一點的球員 陳宇勳跟李正昌都是成績出色 又經驗豐富的牛棚投手 可能會有些人覺得李正昌退化了 沒有以前那麼強了 是沒錯 他是有一點退化 但他仍然還是一個很好的投手 只要他沒有傷痛的問題 我認為應該要帶他 至於曾俊悅呢 是中華職棒最近兩年指標性的 新一代守護神 要帶年輕的牛棚投手的話 當然就是選他了 不過我認為他的出賽空間不會太多 畢竟分組賽就四場比賽而已 前面又有這麼多個優秀的牛棚了 他的順位會比較後面一點 那剩下的投手之中 先發行的投手 還是有一定的數量需求 曾仁河 黃子鵬 王維中 胡志維 吳哲元 我想都是沒什麼意外會入選的 最後呢剩下四個人 以其他國家的名單來當個參考 投手挑15人的幾率很高 所以就是四選二 其中呢 成績最差的是江紹慶 但是我認為江紹慶還是會入選 我會挑江紹慶加陳士鵬 主要的考量是隊型 由於C5要求 張藝的角色定位是牛棚 這次中華隊的先發行投手 數量明顯偏少 如果江紹慶跟陳士鵬先不算的話 中華隊的先發型投手只有六個 在經典賽 先發投手用球數有限制的情況下 六個先發真的太少 比如說可能還是要預防 哪一場在前半段就被打爆 你還是需要有投手能夠多吃個幾局 避免在這場勝負一定的比賽中 浪費太多的牛棚投手 而林凱衛跟陳冠偉就不具這樣的功能性 所以我會選擇江紹慶跟陳士鵬 當然林凱衛跟陳冠偉也是很好的牛棚投手 只是在這次中華隊的陣容裡面 勝利組已經有太多人排在他們前面了 與其選他們兩個 不如挑單場能多吃一點局數的投手 所以投手的部分 我會捨棄林凱衛跟陳冠偉 再來補手的部分 有些人說是4選3 其實應該是3選2 極力極勞一定進 就算在板凳他也有代打的價值 如果前面兩場中華隊的打擊發揮太差 為了補強火力 讓他直接先發補手也不是沒有可能的 大家想想看2019年的12強 一開始也沒有人覺得 普吉隆在這個陣容裡面會上場守備啊 可是後來為了要補強打擊火力 要把能打的球員全部排上先發 普吉隆還是被排上左外野了 好啦回歸重點 那補手3選2到底要選誰 這個真的有夠難選的 這三個人的打擊是林凱衛最差 可是以經驗來說 他又是最有經驗的補手 高宇傑雖然去年出賽數少 可是有一部分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隊上有弗來洗 高宇傑的出賽空間完全被弗來洗卡死 不然如果高宇傑跟林凱衛同隊 或是高宇傑跟戴肥鋒同隊 到底誰是主戰先發 可能還很難說喔 那這裡只能說是我的個人偏好啦 我會想要挑有經驗一點的補手 所以我會捨棄掉戴肥鋒 接下來內一手跟外一手一起討論好了 因為這次有蠻多球員有多重守衛 我覺得另外也一起討論比較好 那這裡還要再刪掉三個球員 然後就如我前面所說的 我個人認為 有進到36人裡面的旅外球員 應該都會進正選名單 就算是在EA的正中澤 或是變成玉城選手的王波龍 我認為都會帶 就更不用說吳念廷、林之偉、張玉城這些了 剩下的球員裡面呢 林利爾打擊非待不可 陳傑仙是這個名單裡 攻守最均衡的中外野手 而王威城已經被指名擔任中華隊隊長 這三個人應該也是比較沒有疑問會入選的 OK 那接下來就是充滿各種討論的部分了 首先我會拿掉的是月東華 主要就是 他的性質太重疊了 月東華最大的優勢是能夠守二游 有必要的話還能夠支援外野 還有很棒的功能性 但是類似性質的球員 在這次的中華隊裡面超多 先不說其他人 光是那五個旅外的野手 全部都具有多重守衛 所以月東華會是我首先拿掉的 再來呢 我會拿掉陳靖跟郭天信 陳靖勤演的成績很不錯 可是相較之下 他是比較沒有長導能力的外野手 其他像陳傑仙跟陳成威 也都是類似性質的 我會覺得 不需要這麼多安打型的外野手 那以同樣安打型來講 陳傑仙跟陳成威的攻擊能力 是比陳靖更好的 所以可能輪不到陳靖上場 至於郭天信呢 他最具優勢的是防守能力 雖然他去年的失誤很多 但是我認為他的弱點判斷 還是非常頂尖的 可能有些人會想說 郭天信可以選進來當守備組啊 比賽後段讓他上來站外野 我本來也有這樣想過 畢竟林立跟林安可 這兩根的防守實在是太陡了 可是我後來又覺得 好像還是棒子比較重要 畢竟經典賽是短期賽嘛 如果一兩場打不好 可能就要馬上換人 沒有時間讓你慢慢調整 所以 多選幾個有棒子的球員 可能會比較好 那你說 比賽後段領先怎麼辦 先領先再說嘛 假如比賽後段真的小福領先 大不了外野就是百成 王伯榮 陳辰威 陳傑憲 又或是林之偉可以支援外野 當然這個外野陣容 並沒有說防守真的到很好 可是至少沒有林立或林安可了 這個外野已經算是防守大升級了吧 好啦 以上就是我的30人名單預測了 我覺得這個預測大家就輕鬆看啊 因為 就像我前面所說的 我們完全不知道球員的近況 而短期比賽 近況可能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最後的名單 可能會跟我們現在所想的 所預測的 會完全不一樣也說不定 我們就到時候再看看吧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掰掰